中和秀山公园占地辽阔 是当地居民相当喜爱的休闲场所 不过最近公园有时候就会出现这个狗黄金 居民希望环保局可以加强稽查取缔 以提升当地的休闲品质 夏天的午后 秀山公园陆续出现了休闲运动的人潮 而公园占地有0.7386公顷 在都会区中算得上是面积辽阔 晨昏午后居住于秀山国小周边的居民 都会聚集在这里 就像是一处大型的户外活动中心 甚至经常也会有民众带着狗狗来公园里头玩耍 但是狗狗一来到这里 民众就开始担心了 我狗狗一来到这里民众就开始担心了 我狗狗一来到这里 不是放油就放晒 它会发生环境的污染 和一般的企图的休闲的市民 但是当记者来到当地时并没有发现地面有狗屎 居民说因为刚刚管理员清理过环境 而他们也希望环保局可以加强稽查取地 毕竟有规定犬只是不能进入公园里头 而一旦禁止进入 就不应该会有狗屎污染环境的现象 对此环保局表示 会前往了解状况与取地改善 中佳新北新闻综合场报道